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在古希腊文明中充满着许多神话和传说 古希腊人坚定相信天神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他们敬畏天神 古希腊人认为 这些天神是大自然力量的象征 代表着宇宙的起源 根据希腊神话的记载 众神就跟平凡人一样 会烦恼、难过 也会产生气愤、怨恨的情绪 他们彼此之间有情爱上的纠葛 也有冒险与力量的展现 希腊神话对于世人而言 是精神上的寄托 是艺术的灵感 也是人生的延续 故事提了生 预言为道理 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在上一集我们说到 因为众天神的干预 才让特洛伊还有希腊联军 这场战役局势反反复复 僵持不下 就算希腊联军节节败退 即将被特洛伊第一战士 赫克托俄打败的时候 他们想起了英雄阿基里斯 伴随着达达的马提升 身穿阿基里斯盔甲的 帕特罗克洛斯 冲到了战场的最前线 因为在烟尘弥漫的战场上 视线不佳 又加上特洛伊人 对于阿基里斯的容貌 并没有那么熟悉 所以一时间 特洛伊人还真以为 阿基里斯重回战场了 纷纷害怕的不敢任意行动 希腊士兵们抓准时机 趁着特洛伊将士们 心怀恐惧的时候 举起长矛跟宝剑 攻击对方的弱点 远远的 赫克托俄就看到 象征着阿基里斯的开架 耳边不时传来 特洛伊战车翻腹 压倒士兵们的哀嚎声 赫克托尔仿佛已经察觉到 胜利将不再属于特洛伊了 但是他依旧不放弃 继继继继继续保家卫国 奋力作战 帕特洛克托尔仿佛 看到敌军惊恐的眼神 顿时觉得非常地有自信 他一边大声呼喊提振士气 一边指挥着战马 继续向前追击敌人 太过自负可不是一件好事 帕特洛克洛斯忘记了 众人是因为把他当成了阿基里斯 才会对他如此的害怕 他无所畏惧的爬上了特洛伊城的城墙 但三次都被阻挡住 当他凶狠愤怒的抬头 望着阻碍他建功立业的人 只见光明之神阿波罗站在城墙上 露出相当严肃的表情 呵斥他马上离开 帕特洛克洛斯不敢正面跟天神发生冲突 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退回去 他借一个杀一个 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特洛伊人的身上 这让站在城墙上 守卫特洛伊城的阿波罗非常不满 阿波罗运用神力 制造出能够遮蔽视线的云雾 然后他隐藏在云雾后面 推了帕特洛克洛斯一下 再将他头上的头盔打落 沾染上泥土跟雪子的头盔 一路滚到了赫克托尔的脚下 此时阿波罗挥手散去了云雾 让赫克托尔看清楚 那并不是真正的阿基里斯 帕特洛克洛斯他知道了自己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妙 当务之急就是逃回希腊联军的队伍 可是赫克托尔又怎么会轻易地放过他呢 赫克托尔手持武器 快速地冲向帕特洛克洛斯 一箭刺死了他 临死之前 帕特洛克洛斯非常的后悔 他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冲动 为什么不明白 众人怕的是穿着阿基里斯盔甲的他 而不是怕帕特洛克洛斯这个人呢 斯巴达国王米奈劳斯 一看到赫克托尔 准备要脱下帕特洛克洛斯身上的铠甲 当成是战利品炫耀的时候 立刻手持盾牌 挥着武器跑过去 只可惜寡不敌众 米奈劳斯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特洛伊人 羞辱帕特洛克洛斯的尸体 接到消息匆匆赶来的迪厄莫德斯 跟米奈劳斯一起 誓死捍卫他们希腊战士的尸体 赫克托尔心想 既然他已经得到阿基里斯的盔甲 就不需要再跟米奈劳斯纠缠了 于是他喊来其他的特洛伊士兵 对付米奈劳斯他们 而他自己则是把主意打到了 阿基里斯的战马身上 那一匹战马在看到 帕特洛克洛斯战死之后 就停在原地不肯离去 不管赫克托尔如何的打骂 或者是说尽了好话 马儿就是不愿意移动半步 远在奥里帕斯山上的宙斯 看到了骄傲的赫克托尔 已经可怜的战马 就摇通叹气同情地说 赫克托尔杀死了阿基里斯的好朋友 这势必会让他带来灾难 我已经可以看到了 赫克托尔神秘的尽头了 话说然就是手轻轻挥 原本取上的战马 突然狂奔到抱着尸首 奋力战斗的米奈劳斯身旁 米奈劳斯狠狠地抓着 帕特洛克洛斯的尸体 跨上战马 回到希腊联军的船舰上 另一边的阿基里斯 自从帕特洛克洛斯离开之后 他就觉得忐忑不安 就在刚才 那一股不安攀升到了极致 变成了恐慌 为了确认帕特洛克洛斯的安全 阿基里斯决定要去 希腊联军的营帐等消息 阿基里斯才刚刚抵达 就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回头一看 正是载着尸体回来的米奈劳斯 面对好友的离世 阿基里斯悲痛欲绝 他不断地大声哭泣 垂地呐喊 海洋仙女特提斯 听见阿基里斯的哭声 扁顺着洋流来到他的身边 特提斯温柔地摸着他的头问 我的孩子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你会这么伤心呢 阿基里斯用他哭到斯雅的声音回答 怕特罗克洛斯死了 如果不是我把盔甲给了他 他或许不会死 至少死后也不用受尽 特洛伊人的羞辱 阿基里斯深吸一口气 把眼泪擦干 重新地站起来 他用非常坚定的口气 告诉特提斯 妈妈 很抱歉我不能够再继续地陪在你的身边了 因为我决定要重回战场 为帕特罗克洛斯而战 我要杀了赫克托尔为他报仇 特提斯一脸不舍地望着阿基里斯 他拍了拍阿基里斯的肩膀说 乖孩子 早在你决定参军的时候 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你放心 妈妈支持你 只不过 一个好的战士 怎么可以没有好的铠甲呢 你再等一天 让妈妈去找锻造之神赫菲斯托斯 为你打造一套全新的铠甲 帮助你在战场上更加英勇 从帕特罗克洛斯的身上夺走阿基里斯的盔甲后 为了避免被其他人抢走 也为了炫耀自己的战功 赫克托尔就把盔甲穿戴在自己的身上 赫克托尔的这一项举动 大大鼓舞了特洛伊人的士气 刹那间局势反攻 特洛伊军队明显占了上风 同一时间 特提斯来到赫菲斯托斯的住处 赫菲斯托斯虽然是宙斯跟赫拉的孩子 但是因为他的样貌不好看 加上一只脚行动不方便 所以非常不受到赫拉的喜爱 当年年幼受伤的赫菲斯托斯 被海洋仙女特提斯救下 并且抚养他救年的时间 所以赫菲斯托斯一直都很敬重特提斯 在知道特提斯想要为阿基里斯 打造全新的盔甲后 赫菲斯托斯马上就答应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 特提斯知道 这一场战役对阿基里斯来说 凶多吉少 但他还是抱有一丝的希望 他请求赫菲斯托斯 尽量的把这一套盔甲 打造的坚固一点 让阿基里斯能够少受一点伤 赫菲斯托斯走到了火炉的前面 采动断造用的风箱 然后再将一块块的金属原料 放进去烧制 接着他一边移动铁钳 一边用巨大沉重的铁锤敲打 最后锻造出一套比火光还要灿烂的铠甲 以及一顶金黄耀眼的头盔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画播账号42274784 慕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天刚破晓 特提斯就带着赫菲斯托斯 赶制的盔甲来到了阿基里斯的面前 阿基里斯穿上这套盔甲之后 显得更强壮威武 他站在自由的尸体前 真诚地向他承诺 我一定会帮你报仇 请你等着我 把赫克托尔在道理的面前向你谢罪 话说完 阿基里斯转头大步走下了希腊阵营 士兵们看见阿基里斯 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所有人的表情都是严肃 而且尊敬的 就连统帅阿加门农看到他 都觉得自残行费 阿基里斯环顾四周后 走到阿加门农的面前说 阿加门农 我愿意和你兵士前嫌 以前的事情就让他随风而去吧 现在应该是我们团结合作的时候 阿加门农惭愧的回应 因为我的不理智 才导致希腊联军损失惨重 我要向你赔礼道歉 我还是会遵守承诺 将之前答应要给你的东西送你 希望阿基里斯你能原谅我 阿基里斯面无表情 冷淡的说 无所谓什么原不原谅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我们还是抓紧时机作战吧 阿基里斯一上到战场 就气势如虹 再度的扭转了局势 当特洛伊的士兵发现 这一次站在战场上的 是真正的阿基里斯 纷纷的抱头逃窜 造成相当惨重的死伤 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 站在城墙上 看着阿基里斯 像老鹰抓小鸡一样的 追击着特洛伊人 就叫人赶快打开城门 放那些受伤的士兵们 尘门关闭后 就看到了他的儿子赫克托尔 独自站在城门外 迎战阿基里斯 普里·阿摩斯 焦急地呼喊赫克托尔 要他不要鲁莽 赶快进城 无视普里·阿摩斯 恳切地呼唤 赫克托尔坚持 要跟阿基里斯决一死战 即便赫克托尔身为特洛伊第一战士 依旧无法跟大英雄阿基里斯相比 很快的 阿基里斯就把赫克托尔手中的武器击落 用自己手中的长矛 抵着他的喉咙 阿基里斯眼眶泛红 凶狠地瞪着倒在地上的赫克托尔 赫克托尔早就做好了在战场上牺牲的准备 但只要是一想到他的妻子跟孩子 他就忍不住向阿基里斯求情 阿基里斯 你可以杀了我替帕特罗克洛斯报仇 但是我求你留我一个全尸 至少不要让我的家人们太难过 就算你要再多的金银珠宝都可以 阿基里斯拒绝了 他摇着头说 早在你杀了帕特罗克洛斯的那一刻起 你就应该要知道 你今日会有这样的下场 接着 阿基里斯手一用力 长矛就刺穿了赫克托尔的喉咙 满嘴是血的赫克托尔指着阿基里斯说 你的心肠像石头般坚硬 早晚有一天你也会遭到报应 阿基里斯一点也不在乎 他为了泄愤 甚至用皮绳把赫克托尔的双脚绑在马上 然后再驱使马尔奔跑回希腊的阵营 所有的特洛伊人 看到他们高高在上的赫克托尔 变得如此狼狈之后 不禁难过的流下眼泪来 阿基里斯就这样 一路拖着赫克托尔的尸体 来到帕特罗克洛斯的灵灸前 阿基里斯绕着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 转了三圈 高声呐喊 已经替他报仇血恨了 当天晚上阿基里斯甚至还举办了一场酒宴 这场酒宴除了要还请他们杀了特罗伊第一战士赫克托尔之外 还要为世事的好朋友送行 希望他可以一路好走 阿基里斯独自站在志祺的营藏内喝酒 怀念他朋友 突然一个黑影悄悄地走过来 拍了拍阿基里斯的肩膀 阿基里斯虽然喝了很多的酒 但是他的反应丝毫没有变得迟钝 他用力抓住对方的手臂向后折 这个时候对方头上的帽子 因为挣扎的关系掉了下来 阿基里斯压抑地看着对方 原来来找他的人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 国王说 我今天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来的 我的儿子们都战死了 就连我最后的希望赫克托尔也没了 只求你能够可怜我这个老父亲 让我带回赫克托尔的尸体吧 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 希望你会喜欢 阿基里斯本来不想答应 但是看着白发苍苍的普里阿摩斯 双甲满是泪痕 以及他围弯的背脊 忍不住就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阿基里斯深深地被打动 也十分地庆佩他的勇气 他扶起了可怜的普里阿摩斯 对他说 为了赫克托尔 你不惜深入敌营 这一点让我相当的佩服 算了 人都已经死了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就算再怎么争 也没有办法让他们死而复生 我同意让你带走赫克托尔的尸身 趁现在阿加门龙他们还没有发现的时候 你快点走吧 普里阿摩斯国王起身 对阿基里斯深深地一举功之后 就戴起帽子离开了 在赫克托尔的丧礼结束后不久 亚马逊女王彭特希勒亚 带着十二名骁勇善战的女将士 前来支援特洛伊军队 彭特希勒亚是战神阿瑞斯的女儿 她之所以会远渡重洋来到特洛伊 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场史诗级的大战争 激起她血液中的好战 跟寻求刺激的快感 另一方面 她曾经在一次的战斗中 招惹了复仇女神 导致复仇女神常常追着她跑 就算献上了很多的忌品 还是无法消除复仇女神的怒气 所以这一次彭特希勒亚 她才会想要透过帮助特洛伊取得胜利 来戴罪利公 消除复仇女神对她的仇恨还有纠缠 亚马逊女王的到来 让特洛伊人看到了一线生机 当天晚上 趁着彭特希勒亚熟睡的时候 雅典娜变化成阿瑞斯的模样 来到她的梦中 怂恿她 隔天就向希腊人发动攻击 甚至直接去挑战阿基里斯都没有问题 彭特希勒亚以为 这是阿瑞斯给她的预言 预告她将会战胜阿基里斯 于是隔天一大早 她就穿戴好盔甲 直接来到了希腊联军的大本营 说要跟阿基里斯单挑 彭特希勒亚率先攻击 可是她的宝剑还有长矛 当然不可能穿透阿基里斯 那套短角之神精美打造的铠甲 最后她被阿基里斯刺中心窝而死 原本阿基里斯还要尽情的嘲笑她 不自量力 但在拿掉她的头盔时 阿基里斯却后悔了 这是为什么呢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唱所预言 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视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 42274784 护明十方法界基金会 未经许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